消費性電子產品庫存爆棚 在最近有不曉得大老闆是跳出來示警 不過護國神山台積電7月照樣望 最新公布營收1867億 再創了單月的歷史新高 但是這恐怕對股價上漲的幫助不大 因為台積電也拍板 第二季現金鼓勵 每股同樣是發2.75元 而專家就說了 其實台積電既配息率跟殖利率不高 恐怕難吸引外資 不甩智慧手機PC庫存爆棚大逆風 護國神山台積電7月照樣望 營收1867億 月增6.2% 年增率近5成 再創單月歷史新高 車用跟高速運算 尤其是網通這個區塊 最近的需求是持續的攀升 就地補料的手機需求下滑 匯率的走貶對台積電的營收 匯率上來講多多少少也有一些正面的幫助 只不過小股民可千萬別開心得太早 因為台積電還是要保留子彈投資 拍板第二季現金鼓勵一樣只發2.75元 市場專家就說這計配息率從2021Q1開始實施時 還有51% 現在直落只剩下30.08% 按照Q3猜測 若屆時鼓勵還是不提高 配息率恐進一步跌破三成大關 恐被貼上低配息低殖利率標籤 台積電股價就很難重返六字頭榮耀 而另一頭台積電也再度面臨訂單流失壓力 佔營收比重7.6% 是前五大客戶之一的高通 最新宣布要擴大對格羅方的下單 到2028年採購總金額將達1260億 不過這回專家看倒是沒怕 7奈米以下大概佔營收是超過一半 高通或是聯發科這些廠商 他們承受製程跟不同的廠商搭配 這個也蠻常見的 所以整體來看 這個對於台積電的影響並不是太大 畢竟先進製程才是台積電最主要動力來源 技術良率又獨霸全球 自然不怕客戶跑 東森財經新聞 柯黃銘葉子晶 台北報導